台湾开放水域联盟日前在东山一城桥上 挂上了环权渔民开放水域的摆布条 便邀请数十位民众一起下水 乘坐独木舟跟SUP、陈勤 强调提倡清水的宜兰县 却迟迟不开放东山河水域 但水属于公共财 县府应该要以东山河作为优先示范区 开放水域活动 免申请就可以下水 其实东山河是一个非常适合从事我们这些立奖 以及独木舟运动的一个水域 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流 也没有浪 没有潮汐 而且就在这个东山河下游个清水公园 但是我觉得这个清水公园很荒谬 县政府要求你清水 但是你只能在岸上看 然后我们这个非常清水的运动 我们下水要吃罚单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本末导致的欣慰 其实我们很想问说 所谓生态考量是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县府其实它的标准我们搞不懂 他们可以在东山河生态绿洲这里经营 变动船 经营这个脚踏沦木舟 那他们的生态考量要是什么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水上的浮居 为什么我们就要受到生态考量去被受限制呢 那总量管制也是很莫名其妙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我常常经过都看到河上都空荡荡的 一艘船都没有 那我很好奇说 总量管制的量到底是多少 县府可以说明一下 他们总量管制的量是来多少 对于开放水域联盟的陈琴 立伟承破 县长参选人江聪渊竞选办公室 民进党以及时代力量的县议员参选人 跟东山湘民代表等人特别出席声援 希望宜兰县政府还给民众清水的权利 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权 我希望宜兰县政府 勇于承担环水移民的责任 水域要全面开放化 我们全国的水域 原则开放 例外禁止 这个是中央的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也能够进一步发布 统一水上的油气的一些规则 第二点 我也呼吁 管理产业化 也就是鼓励民间发展代客的一个油气产业链 建立业者平坚的制度 提供专业安全 舒适的水上油气环境 第三点 我呼吁 河海 观光化 中央应该 临险 各省市有 潜力的示范点 鼓励县市政府重点开发油气的基地 为我们后疫情时刻能够观光超前布施 这四点呼吁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此 宜兰县政府公里处回应 东山河水域早已开放一般民众做水域油气活动练习 但考量环境生态跟水域活动安全 所以采取申请制 并没有禁止 至于游戏玩家 希望可以免申请 随时下水 县府会以开放为原则 考量环境生态 居民生活 渔民生计跟活动安全 持续征询专家跟水域周边民众的意见 达成共事后 再依照相关办法 做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宜兰县政府对于所辖管的水域开放的原则是不变的 因为东山河水域主要考量环境生态还有水域活动的安全 我们在16年之前就已经有分据总量100艘的上线管制 所以在东山河水域进行水域系活动的话 必须要先向县的提出申请 现在至于有些网家建议说任何水域 任何时间都不必升级就可以直接下载的诉求 我们现在我们这边也会考量环境的生态 积民的生活 还有移民的生计 与活动安全的原则 我们持续征询专家 随于周边民众的意见 达成共事后 可以在与相关的法律进行检视 一来人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实际站在台湾开放